大家好 红掌跟其他花卉有所区别 它是一片叶一杆花 所以呢 一年四季都开花 没有什么所谓的花期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给它使用零苏二青甲好 还是使用花多多二号好呢 零苏二青甲它主要是拿来给我们的花卉做催花的 所以呢 它里面的大年素会比较缺乏 那么对于红掌这种花卉来说呢 长期使用起来呢 可能就会影响到它的新叶生长 所以呢 建议大家养红掌的话呢 还是使用花多多二号 因为花多多二号它里面的零甲元素 丰富的同时 还有少量的大元素 大元素可以促进红掌生长 长新叶片出来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证红掌又能长叶片又能开花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红掌 开花比较少 叶片比较多 那么我们就可以适当的给它使用一些零苏二青甲 当这个红掌一片叶一感化的时候呢 我们就改用 花多多二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既不影响它长叶片 也不影响它开花 不然的话 我们单纯使用这个零苏二青甲 那么就会影响它长一些新叶片出来 好了 这就是我们如何选择催油花肥给红掌使用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好 我家夹吧